中时新闻网报道,赖清德520演说跌破眼镜,PTT网友全炸锅,精神错乱,20日是第16人正副总统就职典礼,总统赖清德的演说备受外界关注,他已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未提,并对两岸释出善意。 而在演说中,赖清德一共提了77次台湾,9次中华民国和3次中华民国台湾。许多PTT网友看完后,纷纷炸锅表示谁在破坏民主,精神错乱,说一套做一套,引发讨论。 赖清德今天以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新台湾未提发表就职演说,强调自己是以无比坚定的心情,接受人民的托付,将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,肩负起带领国家勇往前进的重责大任。 他回想1949年的今天,台湾实施戒严,全面进入专制的黑暗年代。 1996年的今天,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宣誓就职,向国际社会传达,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,主权在民。 他说,2024年的今天,台湾在完成三次政党轮替之后,第一次统一政党连续执政,正式展开第三任期。 台湾也扬帆进入一个充满挑战,又孕育无限希望的新时代。 这段历程,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,前扑后继,牺牲奉献的结果。 虽然艰辛,但我们做到了。 在两岸议题上,赖清德也呼吁中国大陆停止对台文公武下,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,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,确保全球免于战争和恐惧。 他也呼吁行政立法协调合作,共同推动国政,他认为,立法院的议事运作,应该遵守程序正义,多数尊重少数,少数服从多数,才能避免冲突,维持社会的安定和谐。 而许多PTT网友看完后,纷纷留言表示最不遵守程序正义的,就是民进党,谁在破坏民主。 明天立院工程站就打脸了,律伟又要来,程序正义还敢拿出来说,嘴巴说一套,身体做另外一套,立法院应该遵守程序正义, 莫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宪法增修条文,懂得都懂是什么意思,精神错乱,说一套做一套。 总统赖清德今20日上午宣誓就任,并发表就职谈话。 据TVBS今日最新民调显示,有53%的民众对于赖政府处理两岸关系没有信心,高于有信心的36%。 根据TVBS20日释出的最新民调可以看到,对于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处理两岸关系, 有53%的民众对于赖政府处理两岸关系没有信心,仅有36%有信心。 同时针对赖政府经济发展,推动改革,两岸关系三个面向。 有45%民众对赖政府拼经济有信心,也有43%没有信心。 42%民众对赖政府推动改革有信心,略低于44%没有信心,显示民众对赖政府未来在内政方面的表现看法不一,并未有明显期待。 上述民调访问主题为民众对新内阁看法与电价调长议题民调, 访问时间为113年5月10日至17日晚间18点30分至22点, 调查方法为视话,手机并用的双底侧抽样调查,人员电话访问, 有效样本为1104位,视话561,手机543,20岁以上台湾民众。 抽样误差为95%信心水准下,抽样误差为政府3.0个百分点以内,经费来源为TVBS。 今20日是第16人政府总统就职典礼,总统赖清德的演说备受外界关注, 他已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未提,并对两岸释出善意。 而在演说中,赖清德一共提了77次台湾、9次中华民国和3次中华民国台湾。 对此,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今日就指出,赖清德向北京抛出一根略为削尖的木棍, 以把两岸一边一国的态势逐渐明朗化,就指演说通篇都是两国论,坐实了赖清德台独务实工作者的信仰。 根据Itad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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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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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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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